那女生可能很多都是喜歡那種很朦朧後面懵懵的 那你們就是可以選擇大光圈的鏡頭 哈囉大家好 我是盧貝莉 今天的主題跟你們分享就是要如何拍出後面景深眉眉夢幻的感覺 那如果你對於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有兩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你可以選擇大光圈的鏡頭 第二個你就可以選擇中長焦段的鏡頭 大光圈呢就是指你們可以看到鏡頭上面會寫F2.8或是F1.2 這個數值越小呢就表示光圈越大 那女生可能很多都是喜歡那種很朦朧後面懵懵的 那你們就是可以選擇大光圈的鏡頭 那什麼是中長焦段鏡頭 我手邊這個呢它就是一個851.8 它算是中長焦段然後又是大光圈的一顆鏡頭 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是用這一顆來拍攝的 它CP值真的非常高 什麼時候拍都覺得很夢幻然後很唯美 就是因為我都把它開到最大的光圈 然後呢我今天有準備這兩顆鏡頭 一個是2470一個是851.8 那我們今天來示範這兩顆鏡頭 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什麼樣是大光圈 大光圈可以製造出怎麼樣的景深 一個是24702.8 那我做了2.8的光圈跟6.3的光圈 可以看到兩張照片的不同 一個是大光圈的就感覺後面比較朦朧 然後它的膠就是有很淺的感覺 另外一個是6.3的光圈 它就是感覺都很清楚 沒有到非常清楚 因為我只有開到6.3 所以感覺兩張對比起來 就覺得一張會比較清楚 一張就是有朦朧的感覺 另外一個呢就是長焦段 當你的這個背色霧是在鏡頭的前面 然後你後面有一些景深 然後你的鏡頭就會覺得 背色霧跟後面的背景會有一段距離 中長焦段的鏡頭就非常容易做出景深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85這種感覺 就是我通常都會用大光圈加上中長焦段的鏡頭 好的 以上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主題 如果還有哪裡是不清楚的地方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主題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